欢迎收看由专业又有趣 美貌与身材局一生的女生 主持的急速解说 上一期老师已经告诉了你们 手动挡是泡不到牛的哟 但是这个事情老师已经深刻的反省过了 一个在驾驶充满激情 双手沾满挤油 又散发着无限荷尔蒙的男人 怎么可能泡不到牛呢 今天 MISS叫我 就要叫你 驾驾的老师告诉你 起步的时候先进一挡 不要给油门 慢慢松离合 车子开始动了之后 马上进二挡 错 按照驾驾老师说的做法 会怎么样呢 第一个慢松离合不踩油门 起了没死活但是非常慢 快点啦 炸个门 起步做什么的你 如果不想那么慢 那就把离合松快点 不踩油门 看一下发生什么事情 做什么啊 上去炸车啊你 前面这条油做什么的你 好吗 离合当时是踩到底的 油门是在最上面 你一定要保持双方同时同频率进行替换 来 演示一遍 适当的给点油呢 是OK的 油力配合如果做得好 我们也能像自动挡一样 一下子就走 小台 你怎么开车啊你 后面全部在音啊 六 运动 看手动挡最恐怖的事情是什么 你 附加坐着你的妹子 后排坐着你的未来岳母 后面还有一台车 不断的逼逼催你 而你的左前方 收费艇里 有一只手 慢慢的伸出来 而此刻 你发现 你正在一个邪魔上 司机的话 凭借邻力的脚步 在车往后溜之前 其实它已经死活了 不算 刚才那不算 谁敢捡进去 如果你的油力配合够快 在车将要往后溜之际 离合已经结合了 你就好像在平地上起步一样 毫无问题 但是如果坡度特别大 或者你没有那么强的信心 不像我 左右脑都特别发达 四肢特别健全的话 我建议你用手刹 协助你的起步 好 把手刹拉住 挂进一挡 松开刹车 车是不动的 轻轻踩着油门 松开离合 感觉到车动的时候 松开手刹 走啦 有了这个方法 无论是多抖的地下车库 你都不用担心 再受到收费艇阿姨 锋利的蔑视 接下来我们讲行驶 老师我知道 新同学你说 我们驾向的三好学生 不就是二十码的人进二挡 三十码的人进三挡吗 上一期我们也演示过了 升挡 到底在什么转速区间 会比较好 但现实生活中 你开车的时候 怎么可能边看路 边看转速表呢 你看 这还有个坑 大部分的人 也就是听到发动机 声音特别大了 换挡吧 Michelle 我想问一下你怎么换 凭感觉 现在多少转 不要看表 你不要看表啊 三千 三千里面也两千啊 其实升挡呢 对于我们老司机来说 就像是本能一样 当你觉得 啊 这个阻力有些大了 声音有些大了 声 至于这个转速是多少呢 其实我们根本上 不需要用眼睛去多看 因为我们感觉有劲的时候 它肯定是输出很不错的扭矩嘛 所以换挡只有一个原则 就是 凭感觉 那跟我跟他讲的有什么不一样嘛 我的感觉跟你的感觉肯定不一样 你这种就好好熟练一下 什么转速 什么扭力 哪里最经济 哪里最有力 你要先学才能凭感觉 老司机们都会教你 刹车的时候 挂进空挡 滑过去不就行了吗 省油 减小刹车骗磨损 不会死活 错 离谱 远不可及 换天下之大妙 你听说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吗 从前有一个小朋友 跟着一家人出去外面交友 然后在山上他们下来的时候呢 一路都用着这个空挡 非常轻松的滑下来 最后呢 他们没有刹车 然后全家人就一起滚下山了 这就叫做刹车热摔剪 现在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正确的做法 前面是一个红灯路口 我们要一边自动 一边等这个转速掉下来 然后挂进低挡 转速掉下来了 4进3 自动 3进2 2进1 最后停下来了 好 挂进空挡 完成 你知道我有一个问题吗 啥 为什么要好比刚充呢 这个东西不是要教的 我要是会跟自动做会降挡补油 我一个人把节目做完 我自己做个爱乔冰糖 玩乔TV 乔说车 乔爱乔 乔要摄凭 其实小乔的理论没有错 但是它的操作实在是太手忙脚乱了 反而会导致你这个刹车距离变长 所以正确做法是我们现在4档 好 踩刹车 三档松离合 二档松离合 一档松离合 这样车速很快就会降下来了 也没有过多的顺挫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是紧急自动 我们根本上就没有这么多时间 去一档一档往下降了 所以我们会大脚踩刹车挂二档 这时候马上就会把这个车速 两方面包括发动机自动和刹车片 极快的让这辆车辆停下来 不是你跟我说这台车没有ABS 不能乘的刹车 啊 问的好 因为正是因为这台车没有ABS 所以你全靠刹车的力度去控制的话 其实它很容易把这个车轮给抱死 反而增长这个刹车距离 而且也会让这台车辆打滑 但是用了发动机自动 其实它会更好让这个车轮 赶快给降下来速度 反而没那么容易出现锁开的现象 明白了没有 送你两个狗头放在胸那里 我要问问的是 你是否总感觉 手杀无力 想杀 杀不住 是否想憋 却有心无力 想要定性做会 真男人 竟然 骗威士 来消火了 在红绿灯停车的时候 只需要把档巴挂进空档 手杀一拉 你就可以解放你的左脚了 而如果你是要在斜坡上短期停车 如果你的手杀是够力的 没有过分模式 这个方法已经够你用了 但是如果你在斜坡上要长期停车 怎么办呢 好 挂进空档 我们手杀一拉 然后熄火 这个时候 踩紧你的离合 把档巴挂进一档 挂进一档之后 齿轮就会咬紧 这就好像是自动挡的P档 所以手杀就不会承担整个车身的重量 不会在长期使用之下松弛 好 我们现在走了 怎么样 不记得了包饭有空档的气泡 不记得踩你好不好 这个呢 就是michelle亲身给你们演示 千万不要犯的一个小错误 走 不好意思 我一直死活 很多同学都觉得 学会的手动挡入门教程 就可以抛到牛了 现在的女孩都跟我一样 什么大风大霸没见过 什么挡把没摸过 但是 你也不是没有机会的 记得回来收看下一期的 手动挡进阶教程 哦 扫码跟住急速拍档 每一期都有很多礼物送 哦